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几天不见真是长本事了 都敢在我面前自称老子 这俩人好像看上去有点眼熟啊 林医生 是我下屎 前几天你不是救了我姐姐吗 哦 原来是你啊 当日冒犯 请勿见怪啊 你们两个从哪冒出来的 敢在红邦虎爷面前撒野 你再说一次试试 金天火啊 你这手下也太不懂规矩了 夏小姐 夏公子 千万手下留情啊 既然虎爷都开口求情了 算我就饶你一命 这小子 原来是拿个打火机吓唬人啊 林医生救过我姐姐的命 往后谁再找她的麻烦 就是跟我下家过不去 我话讲完 谁反对 谁赞成 我赞成 我赞成 好了 没别的事就赶紧滚吧 别在这里碍眼 是 是 等一下 林医生还有什么指教 给你开的药方还没拿呢 上了年纪火气别这么大 重风会复发的哟 枕飞记得去前台结账 臭小子 张真有夏家撑药 你气死我了 我们走 慢走啊 下次来就是老顾客 枕飞久折啊 哈哈哈哈 林医生你放心 以后他们绝对不敢再来了 我说 你们夏家到底是干嘛的 金钱虎怎么这么怕你们 我们夏家的中一堂 是广城最大的堂口 红邦什么的根本就不入流 原来如此 哼 要不是我们来得及时 你怕不是要被金钱虎的人打死 哼哼 就算你们不来 他也奈何不了我 你一个小医生吹什么牛呢 我问你 上次你脱我衣服 是不是占了我的便宜 你也拿个打火机吓唬我 哦 你看他像打火机吗 大姐 当时情况紧急 哪还顾得上想什么乱七八糟的 哼 看在你救我的份上 就信你一次 再说了 你身材又不好 我才没兴趣 你 是不是找死 哎 错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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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你身材最好了行了吧 别动不动去掏家伙呀 姑奶奶 哼 这还差不多 不过啊 你最好还是少用枪 后座力会加剧你的右手小臂疼痛 你 你怎么知道我的毛病 你举枪时手腕颤抖 拇指握枪柄也用不上力 一看就是因为小臂韧带陈旧性损伤导致的 姐 我早就跟你说她艺术高明 这一次你信了吧 林医生 我们今天来是补上你救我姐的诊费 当时太匆忙给忘了 嘿嘿 钱不钱的不重要 交个朋友 那把左轮打火机也送给我呗 哈哈哈哈 一个玩具而已 您喜欢拿去就行 你们这次过来是专程来看我的 谁要看你 我们走 慢走 姐 你等等我 诶 左兰 左兰 你过来一下 怎么了爸 神神秘秘的 我问你哈 你和林浩的小子 关系怎么样啊 挺好的呀 我们工作上配合很默契呢 只有工作关系吗 你就没想过跟她深入发展呀 爸 你就别瞎操心了 我比林浩大五岁呢 哎 年纪不是问题 没听过吗 女大五 谁老母 谁吃老母啊 妙手神医 每周二 周四 周六 更新一集 火爆上线 等你来看 想快速止血 必须上去云门 下暗阳关 只要进了这门 都算是我的病人 小姐姐 你不会以为我只懂医书吧 就凭一群乌合之众 你也想来教训我 你下面就交给我吧